大家可能想不到 俄羅斯精確制導導彈的精度 竟然趕不上美國制導炸彈的精度 我不是瞎說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發表在2022年10月份的美國海軍學院網站上 題目就叫做 《烏克蘭戰爭中俄羅斯導彈的經驗教訓》 烏克蘭戰爭打了一年多的時間 我想不少觀眾朋友心裡一定有一個疑問 俄羅斯這麼多導彈怎麼還打不過烏克蘭呢 我們今天就結合美國海軍學院的文章 對此做出一些初步分析 俄羅斯導彈第一個問題就是失敗率非常高 根據這篇文章 在去年3月25號 美國國防部在新聞發布會上證實 不同類型的俄羅斯導彈的失敗率在20%到60% 所謂的失敗是指導彈無法發射 或者是在發生過程中出現事故 無法命中目標 特別是俄羅斯發射了空射巡航導彈 問題最多很多時候空中無法點火 就算能夠命中目標 根據這篇報導 俄羅斯很多導彈在命中目標時甚至沒有爆炸 你想一想 60%的失敗率 這幾乎意味著你打出去兩枚導彈 只有一枚導彈能夠命中目標 不僅如此 根據美國海軍學院這篇報導 俄羅斯導彈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精準度太糟糕了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 俄羅斯軍方一直聲稱 我們的彈道導彈巡航導彈精確度能達到幾米以內 比如俄羅斯前副總理鮑里索福曾經表示 俄羅斯的KH-101口徑伊斯坎德爾彈道導彈 匕首高超音速導彈有著極高的命中度 精度在幾米以內 他們可以飛行上百公里 而只有接近零的原概率誤差 這樣的話在戰爭前說出來已經有人表示反對了 在2017年 一個非常有名的俄羅斯軍事記者 在媒體上發表文章 表示口徑巡航導彈的精準度只有30米 而KH-101空射巡航導彈的精準度大概是5到50米 這樣一個精確度和俄羅斯副總理以及軍方的表態完全不同 從這次烏克蘭戰爭來看 恐怕這位軍事記者說的是事實 另外 在2021年進行的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衝突中 亞美尼亞使用俄羅斯提供的伊斯坎德爾彈道導彈 亞美尼亞總理帕西尼揚澤對媒體表示 90%的伊斯坎德爾導彈沒有爆炸 俄羅斯內部也是有明白人的 比如前敦涅茨克共和國國防部長斯特列爾科夫 他就曾經表示 相比西方提供給烏克蘭的制導武器 俄羅斯根本沒有類似武器 俄軍的高精度導彈甚至達不到海馬斯火箭那樣的打擊精度 當俄羅斯發現海馬斯發射的衛星制導火箭彈 能以一米的精度精確命中安東諾夫斯基大橋時 就意識到了這種巨大的差距 即便是那些採用電視或激光制導的俄羅斯高精度武器 也達不到美軍的這種程度 著名的俄羅斯記者菲爾根霍夫表示 伊斯坎德爾導彈和俄羅斯的其他戰略導彈 只有攜帶核彈頭的時候才是真正有效的 看起來 俄羅斯的這些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 強調的是攜帶核彈頭進行打擊的能力 對於常規打擊的精度 既沒有什麼要求 也充滿了水分 在2022年1月份 美國陸軍總參謀長詹姆斯麥康維爾上將說道 俄羅斯的高超音速導彈不會改變局勢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它命中過目標 這句話說出來真的是對俄羅斯導彈工業的莫大嘲笑 說句實話 在戰爭前 我也沒有想到俄羅斯導彈的精度會差到這般地步 回過頭來看 不僅俄羅斯有些軍事記者 對俄羅斯導彈工業有著清醒的認識 美國軍方高層也對俄羅斯的水平那是一清二楚 可是問題就在於俄羅斯的軍方高層和總統普京卻不這麼認為 在他們心目中 俄羅斯一直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軍事力量 打烏克蘭那是手拿把算 信手捏來 為什麼俄羅斯導彈精度會這麼差呢 我認為有兩點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技術原因 在冷戰後期 在電子工業上 俄羅斯已經被美國遠遠超過 我們以蘇聯時期最後榮耀蘇-27戰鬥機為例 蘇-27早期裝備的雷達叫N001 這款雷達當時為了和美國的F-16、F-15對抗 在蘇聯有限的電子工業水平下 不得不加大雷達發射功率 使用更大的發射天線 這就導致這款雷達體積巨大 同時 隨著體積增大 也需要更強 更重的冷卻系統 同時也需要更多的電源來進行供電 這就導致最後這款N001雷達性能落後於美國 但重量卻遠遠超過美國同類雷達 N001重量達到550公斤 如果算上後端的散熱和電源等全套系統 雷達總重達到980公斤 也就是接近一噸重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美國的F-16戰鬥機 它的空重大概只有8.5噸 而同一時期的ANAPJ-63雷達 它的重量只有221公斤 如果我們往下去探究 就會發現俄羅斯導彈精度差 第二個原因就是體制問題 沒有任何一款導彈自誕生起就是完美無缺的 我以美國的AGM-158為例 這是一款目前美國海軍非常依賴的隱身反艦導彈 但是在該導彈誕生之初 就飽受命中率以及質量控制的困擾 AGM-158在90年代末期開發 在2002年的測試中 兩枚原型帶全部失敗 計畫不得不延期三個月 到了2003年4月 測試再度失敗 雖然在2004年 這款導彈開始量產 但是美軍並沒有允許投入實戰使用 此後的幾年時間 洛克希登馬丁公司不斷提高 該款導彈的製造工藝和可靠性 到2009年AGM-158命運改變了 全年總共使用16枚導彈進行測試 有15枚命中目標 遠遠超過了之前評估的75%的命中率的標準 類似的事情也在魚鷹輕轉懸役機上出現 在魚鷹誕生之初被評價為事故之王 可是現在魚鷹已經成為美國海軍陸戰隊 事故率最低的飛機之一 一款高科技產品在研發過程中出現問題 測試失敗都是非常正常的 也會造成連帶的經濟損失 但是出現了問題不去掩蓋它 而是去解決它 最終武器產品就能達到標準 甚至超過標準 我不知道俄羅斯在開發武器過程中發生了什麼 但是了解共產主義體制的人就知道 在測試中使用造假的數據 是一個非常正常普遍的事情 特別是在面臨上級巨大的壓力以及個人前途時 甚至我們在大學裡 我都看到很多人對實驗數據進行造假 這是一件稀鬆平常 每個人都認為正常的事情 只要通過了測試完成任務 大家都開心 這個導彈最後的性能到底怎麼樣 我無所謂 因為很大的可能它不會上戰場 如果真的在戰場上出了事 這個導彈有那麼多的子系統 到底哪個子系統出了問題 也可以踢皮球 只要我上面有人能照著我 最壞的事情一定不會落到我的頭上 找到替罪羊就可以了 這樣一個思維模式 相信從共產主義國家出來的人 一定非常熟悉 我們結合美國海軍學院和俄羅斯記者的報導 分析了俄羅斯巡航導彈彈道導彈的精度 我們再來看一下美國的武器裝備 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 並不是美國的導彈 而是制導炸彈 我們拿美國的精確制導炸彈 和俄羅斯的導彈去比較 你都發現美國的炸彈性能都比俄羅斯導彈要好 我們今天討論的主角叫做SDB 小口徑炸彈 美國最新援助烏克蘭的火箭彈叫做GLSDB 它其實就是加裝了海馬斯火箭助推器的SDB 而海馬斯發射的GLSDB 它的射程能達到150公里 精度能達到5米以內 這要比俄羅斯很多巡航導彈都要強 而它只不過是精確制導炸彈而已 SDB官方型號叫做GBU-39 它的彈頭重量只有250磅 是由飛機攜帶並發射的滑翔精確制導炸彈 它本身並沒有任何動力 我們在視頻裡可以看到 往往一個F-15戰機 它一個掛架上可以攜帶4枚SDB 因為它的體積和重量 相比於其他的航空炸彈來說比較小 它雖然本身沒有任何動力 但它的射程竟然能達到50公里 它有兩大非常顯著的特點 第一 精度非常高 第一代的SDB 原概率誤差只有5到8米 新一代的SDB精度我沒有查到 但是我個人估計應該在5米以內 美國為什麼要開發這樣一款精確制導炸彈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 美國遇到一種情況 就是我需要精準的打擊這一棟建築 如果我不夠精準的話 炸彈落到邊上就會傷及到平民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美國開發了大量的精確制導炸彈 這些精確制導炸彈可以由飛機發射 可以由火箭炮發射 可以由火炮發射 它們雖然沒有任何動力 但是它們的精度依然可以達到5米以內 SDB第二個特點是價格非常便宜 一個炸彈只需要4萬美元 海馬斯發射的精確制導火箭彈 價格要在10萬美元以上 而射程達到幾百公里的巡航導彈 價格就更貴了 動輒達到幾百萬美元 便宜了價格就導致這款精確制導炸彈 可以大範圍的使用 既然我的精度和導彈差不多 我為什麼不使用更便宜的精確制導炸彈呢 SDB這款精確制導炸彈 在2006年進入美國現役服役 主要有兩個型號 第一代的SDB主要靠GPS定位 到了第二代的SDB 波音公司集成了熱成像頭以及雷達 使得它具有更高的精度 甚至能夠打擊移動目標 比如坦克汽車指揮中心 都是它的目標 美國這次向烏克蘭提供的GLSDB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將SDB這樣一個滑翔炸彈 安裝了火箭發動機 可以由海馬斯進行發射而已 射程一下子從SDB的50公里增加到150公里 我個人認為 這款精確制導炸彈也將給烏克蘭戰場帶來顯著變化 其影響力不亞於美國提供導彈 其實美國歷年參加戰爭 真正決定戰場的並不是精確制導導彈 因為導彈數量有限 價格又貴 美國在海灣戰爭中超過99%的投彈量 都是由各種精確制導炸彈來完成的 西方國家目前能夠提供給烏克蘭的導彈數量有限 100枚就撐死了 但是100枚導彈難以對戰場上形成決定性的影響 但是提供這些精確制導炸彈就不一樣了 價格便宜 數量又大 烏克蘭使用起來沒有任何限制 依據GLSDB150公里的射程 烏克蘭的海馬斯完全可以覆蓋 大部分的頓巴斯地區以及克里米亞地區 看起來俄羅斯人對海馬斯的恐懼 還將繼續持續下去 我個人認為 GLSDB也是臺灣應該採購的武器 我們知道臺灣在採購了多套海馬斯系統之後 除了配套的精準制導火箭彈以外 也可以考慮美國這次向烏克蘭提供的GLSDB 臺灣也一併購買了80多枚陸軍戰術導彈 但這80多枚陸軍戰術導彈聽起來不少 但到了戰爭時用起來可能就是幾個小時的事情 陸軍戰術導彈射程是300公里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量採購射程達到150公里的GLSDB 將是一個不錯的補充 150公里的射程 這就意味著臺灣具有了跨海峽打擊對岸軍事基地的能力 而精確知道炸彈價格便宜 我前面所說的4萬美元是指SDB的價格 如果加上火箭發動機的價格 我就沒有找到具體的答案 但成本價也有可能在10萬美元左右 但是你想一想 一枚魚叉導彈射程不過是100多公里 可是價格卻達到上百萬美元 購買這些價格只有10萬美元的精確制導炸彈 實在是一筆非常划算的買賣 最關鍵的是 第二代的SDB加裝了熱成像頭和雷達導引頭以外 具備了攻擊移動目標的能力 這將大大提高臺灣陸軍遠程火力支援的能力 在現代戰爭中 火炮的數量從來不是決定性原因 火炮的精度將決定戰爭的走向 俄羅斯就算發射了4000多枚導彈 但精度不夠 打不中目標 這麼多彈藥也只是浪費了罷了 而美國人的精確制導炸彈成本要比俄羅斯低得多 精度卻比俄羅斯昂貴的導彈還要高 這就使得烏克蘭軍隊能夠在少量精確制導彈藥的輔助下 取得最好的打擊效果 今天關於SDB和俄羅斯武器的對比 就和大家介紹到這裡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